第270集 林凡来到大爷的身前伸出了双手 哎呀 大爷 您这是干啥 他看着林凡 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我知道 您肯定是宗室高手 我要拜您为师 林凡差点咬到舌头 一脸无奈 伸出双手直接拖住了大爷 你别跪呀 您这么大岁数了 您这是要折我的瘦啊 林凡说着 微微一用力 将大爷整个人给拖了起来 任由大爷他怎么再用力 也都跪不下去了 大爷的眼中带着惊骇 果然是高手啊 林凡一拍额头 大爷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别闹了好吗 我这么小的年纪 怎么能做您的师父呢 有志不在年高 您的实力足够当我的师父了 林凡也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大爷 您这是练功练得魔正了吧 这个话可别再说了啊 我不能当您师父 您做我爷爷还差不多 大爷说着话又要跪下去 多亏林凡手急眼快 赶紧扶住了他 哎哟 您别跪了 林凡一阵头疼 看着诚恳的大爷揉了揉额头 哎呀 做师父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指点您几下 大爷一脸失望 师父 那您就先指点一下 我先看看 您可是内境高手啊 别叫师父 林凡吓了一跳 站在大爷身边 见他没有想要跪下去的冲动了 这才松了口气 您刚才所练的功我也都看了 应该是传承自北方的派系 不过不管什么派系都好 您练的是颓法 颓法讲究实战性很强 不过您有一个缺点 让您的这个颓法 没有任何实战的用处 林凡的话 让大爷一愣 没有实战 这不可能吧 我这可是功夫啊 我一个人能够对付两个人呢 林凡笑着摇了摇头 那是对付普通人 就比如常年在工地干活的 那力气自然要比白领要大得多呀 您这也是一样 我只是说呢 与您同等都练武的人 那您就不是对手了 林凡能够看得出来 老大爷是满脸的不相信 他向后退了几步 留出了一个空旷的位置 您看我的腿法 这是根据您刚才的腿法改进的 好好看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林凡说着 身子猛然动了起来 右腿立即抬起 朝着天空一阵猛踢 林凡没有用上任何的内劲 但周围的空气 还是传来着一阵阵的呼啸声 大爷瞪着眼睛看着林凡 眼神中带着震撼 林凡的推法与他的推法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却有很大的不同 每一下都能将周围的空气给踢爆 这是对他的功夫进行了改良 大爷不可思议地瞪着眼睛 只是看一遍 就能对他的功夫进行改良吗 这是何等的能力呀 他的眼神越来越炙热 到最后 身体不由自主地 学着林凡的动作做了起来 林凡看着大爷跟着演化 他的动作放慢了许多 就这样 两个小时过去了 大爷依然沉浸在练武的境界当中 等到他清醒的时候 目光四处扫了一下 没有发现林凡的踪迹 他甚至连林凡 他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啊 眼中带着一副苦笑 哎呀 真的是高人啊 师父说过 内进高手才是真正的功夫 这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没想到 这么快就走了 他想了想 便摇了摇头 哎 罢了 都是我太贪心了 现在也受益匪浅呐 林凡趁着大爷 沉迷练武的时候 偷偷地溜走了 溜出去好远 这才松了口气 他还真没有见过 这么大岁数的人 这么痴迷武功的 简直都快魔正了 哎 有了 林凡突然想起来 潭海所说的新产品 是什么了 那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的身体肯定大不如前呢 那么绝对需要 延年益寿 想到这里 他赶紧拿起电话 给潭海打了过去 潭哥 你们现在在哪 我已经想到了 新药方是什么了 林凡说着 就把想法告诉给了潭海 潭海越听越是激动 最后和陈武两个人 开着车子来接林凡 去到了公司里 这还是林凡第一次来到公司 占地好几亩的工厂里 并没有多少员工 大多数都是智能化管理的 林凡参观了一番 色色称奇 回到办公室里 陈武潭海两人 看着林凡笑容不断 尤其是陈武 穿着一身职业正装 看起来越来越像 是一个上层人士了 林兄弟 现在咱们的收益 已经就让好多人眼红了 所以这才让王强 成立了一个安保公司 专门来保护咱们公司的 陈武见到林凡 直接汇报着工作 林凡笑了笑 陈哥 有很多人 打咱们公司的主意吗 陈武点了点头 是啊 不过都是一些 小猫小狗而已 王强的安保公司 就能够解决 他看着林凡 眼中都是兴奋 新药方如果投入使用的话 那咱们的利润 绝对更加的爆 咱们这么多钱 肯定不能存银行啊 到时候 我和谭哥 就把这些钱 给投资出去 林兄弟 你说怎么样 这些 你和谭哥 看着办就行 我也不懂 林凡他确实不懂 不过 他对商业 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钱嘛 这东西够用就行了 他拿出了纸笔 刷刷刷地写出来一个药方 看了良久之后 这才交给陈武 不出意外的话呢 这就是新产品了 陈哥 你对药材很懂 你看一眼 陈武的双手都在颤抖了 根据林凡的话 这可又是一个小方子呀 能够让普通人延年益寿 金钱买不来的便是生命啊 这个药方无形之中 提升了人的寿命 那如果这个方子出来 绝对是划时代的东西呀 这个药方 可远远要比去吧的药方 珍贵得多 陈武拿着药方 看了一眼 他发现这个方子 他也看不懂 这里面的每一味药 都很普通 最为珍贵的一味药 那便是人参了 林凡看出来了 陈武眼中有着疑惑呀 他笑了笑 陈哥 你可别小看这个东西啊 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呢 绝对能够多活十年 药材重要的是药理相互依托 这药方是我经过改良的 把珍贵的药草都给替换了 虽然药效差了一点 但却可以批量生产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是费茶大叔 感谢您的收听 有很多听友 在给主播打五星好评的时候 都是在每一个音频条的下面 下方的评论区 写了五星好评 这个只能算是音频中的一个评论 算不上是给专辑打分 那么我所说的五星好评 是回到专辑的页面 点开 有一个评价 里面有五颗星星 把五颗星星全部点满 再写上一段话推荐 那么提交就可以了 这是给专辑打分 类似于淘宝的好评吧 专辑的好评越多 专辑的排名就会越高 拜托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给本专辑打一个五星的带文字好评 感谢你们 再会 给本专辑的好评论区